好,所以請教他律師 那我也覺得國民黨現在對黃國昌的態度很奇怪 你看起來他對新北市是沒有機會了嗎 但我就問到國民黨一些人 有一些人會覺得說我們還是需要黃國昌 有一些人會覺得需要切割 因為覺得說國會擴權的部分 黃國昌可能會帶賽我們或什麼之類的 好,但你看接下來國會擴權案 最快6月18號表決 因為已經要複議了 那接下來還需要民眾黨的票喔 所以現在等於是 國民黨藍白之間還不能放 他還不能放掉黃國昌 還是有可用之處嗎 確實黃國昌對國民黨而言 目前現階段當然還有8票的價值 那就很現實是說如果要複議 硬要否決掉行政院的複議案 當然需要黃國昌這8票 但是剛剛複英姐特別講是說 國民黨其實現在有一批人也看得到說 當年民進黨讓過黃國昌去選戲子 就黃國昌現在怎麼樣去 做這樣的一個被刺的行為 那被刺不是只有被刺民進黨 他對於很多當時講的公開透明或民主的信念 很多年輕人為什麼會出來怒吼 上萬人在門口那邊喊黃國昌衛君子 為什麼會有網路上的影片這麼多 來自於衝撕表現在元宇宙爆 很多人網路上各種版本的衝撕表都有 年輕人其實現階段黃國昌失去年輕人的選票 不是因為他被刺民進黨 民進黨不代表說年輕人 很多人看到他被刺當年的那個價值 認為說他當年認為 不論說他被傅崑錦摸頭 這個事情是看起來很多年輕人是看匪夷所思的 你當時說他是權貴犯罪不一樣 結果你後來是被這個權貴犯罪摸頭的人就不一樣了 所以摸完這個頭之後黃國昌的表現是什麼 他對於國民黨的表現之乖巧 該去咆哮民進黨去咆哮民進黨 該投票完全就是照著這個國民黨的版本 所以現階段我覺得後面還出現這個廁所版 廁所我看網路上在討論 我們律師群組裡面直接在開個玩笑 很多年輕的律師在講是說 黃國昌因為我們法界的 黃國昌那個廁所版 大家開始講說其實李明賢做錯了一件事情 李明賢應該要問黃國昌說 我們在廁所講的話我可以把它讀出來 他其實就軍約廁所版 藍白盒在裡面廁所裡面搞去版 所以大家在開這個玩笑 請教一下因為接下來要進入到複翼了 還有沒有可能會藍白盒呢 目前看起來沒有拆火的樣子 因為藍白的黨團發出來的聲明 都還是在講說 我覺得最荒謬是什麼 傅崑錦說如果複翼維持的話 是不是這個我們現在的行政院長要下台 然後這個黃國昌也講說 是不是如果複翼維持的話 這個卓龍泰要之所進退 他非常荒謬 因為憲法徵修條文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 如果複翼案被維持的話 他就是行政院長要接受這樣的一個決議 要什麼時候讓行政院長下台呢 在第三條的這個第三款 他第三款寫什麼 你要提不信任案 只要一半 我藍白就過半 直接行政院長下台 那為什麼藍白喊半天不敢提這個不信任案 不敢提倒閣 因為要重新面對民意 如果國民黨跟民眾黨講說 國會改革有七八成的民意支持 那現在你現在重選的話 你就有七八成的選票 但是他看得出所有的政黨支持度的民調上面 看起來藍白現在可能 這個滿意度已經非常差了 如果重選 要繼續這樣下去 他繼續下去 他只會喊說 我復翼要繼續維持 然後執迷不悟 違憲繼續擴權 然後我不敢提保格 我不敢提不信任案 因為我不敢面對 重新面對選民 所以我認為藍白 就不論是黃國昌也好 傅昆奇也好 只要不敢提第三款的不信任案 沒有辦法去面對新的民意 就沒有資格講說他代表最新民意 因為你不敢面對 你不斷的去講說你有七八成的人支持你 那都是幻覺 現在的所有的民調上面 政黨支持度 藍白已經沒有社會相信他們 好 所以請教他靜言 那你看國民黨裡面立委會不會跑 因為接下來要提複翼了 現在國民黨裡面有聲音 有國民黨立委直言 他已經看清楚 復昆奇的政治格局 接下來要推花東三法 他會拒絕背書 他說拒絕背書 因為花東三法現在沒什麼 那現在往前看 是擴權的部分 那現在進入到複翼 如果這個新聞這樣出來的話 有沒有可能 國民黨裡面會有人跑票 我覺得複翼案 是不大可能會有人跑票的 因為第一副議案必須要這個記名投票 而且誰敢在這個時候跑票的話 犯額 我講真的 有可能會被罷免成功 為什麼 因為自己的支持者就氣得要死了 你本來那邊 大家然後好不容易通過了 然後藍營的支持者 講真的 深藍的支持者會覺得說很振奮 你在這個時候如果還反水的話 深藍的支持者會更氣 好像那現在綠營的也想罷免你 再加上深藍的支持者 哇 那罷免通過剛剛好而已 所以我認為 國民黨的人反水這件事情的 可能性是非常非常的低 可以說幾乎是沒有 但不過現在來看這件事情 就是說傅昆奇現在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他應該會覺得 他現在是腹背受敵 傅昆奇的腹 有沒有 整件事情 然後現在大家好像覺得說 你遇到要罷免 然後就把所有的事情 都往我傅昆奇身上推 雖然傅昆奇也已經講了 有事對著我來就好 就沒想到大家都真的衝著他來 對 就真的衝著他來 我是覺得他的心裡 應該也是覺得有點 有點蠻無奈 蠻不舒服的 而且你看這個黨專長 不是還有新聞放話嗎 講到什麼 黨團有很多成員對傅昆奇不滿嘛 說是朱立倫 你看我們已經多久沒討論他了 都沒有存在感 你看是朱立倫出手踩煞車 然後才去緩夾了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是這樣 冤有頭載有主 結靈人還是戲靈人 傅昆奇跟朱立倫 他們其實是好兄弟 因為他們兩個同舟共濟 還是嗎 有新聞說朱立倫用新聞借刀殺人 你還說兩個人關係生變 對 所以說這個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本來是好兄弟 本來是好兄弟 同舟共濟 本來傅昆奇一直想回到國民黨 一直回不來 結果朱立倫當上黨主席之後 馬上開同舟計畫讓傅昆奇回來 所以說我覺得 如果大家真的要冤有頭載 有主要去教訓的話 不要只對著傅昆奇 誰讓他回來的就去找誰負責 但我覺得傅昆奇現在他這樣子 最近我今天好像沒看到他的新聞畫面 要是有的話 他可能會面對媒體要受訪的時候 他會先倒退七步 再往前走七步 為什麼要這樣 主鬥然鬥起 沒錯 主鬥然鬥起 鬥在府中棄 本事同根生 相間何太極 他可能要改 他要叫做什麼 主鬥然鬥起 傅昆奇的起 鬥在府中棄 本事同昆森 相間傅昆奇 他可能會這個樣子 這可能是他的心聲 所以說你看人家就在講說 你看這個 他的傅昆奇的起 所以沒有辦法把責任推給傅昆奇 就推給黃國昌身上 你們現在國民黨裡面 有一派是這樣子 我覺得是這樣 你說推給黃國昌 不是啊 你要講說都是黃國昌 那不是正好如民進黨在攻擊我們的 整個國會改革法案 國民黨都是跟著黃國昌走 都是在聽黃國昌的 我當然不會這樣子講 這樣子講不是更證明了 我們是黃國昌的小弟嗎 所以還想要這樣子去推給黃國昌的人 我覺得是腦袋不清楚 他們可能只是為了想要保護自己 你說小平哥 那整件事情到底是說 國民黨到底支不支撐國會改革 我們的立場我們是支持的嗎 我們也想推嘛 而且最後通過的 這個法條裡面 不是全部都是國民黨的版本 有一些是民眾黨的 有一些是我們的 有一些是個別委員的 也有部分是民進黨通過的版本 那你說全部都是黃國昌害的 我覺得這個不對吧 好像是只有黃國昌懂 國會改革 國民黨的人不懂 那這不是更證明了 我們更站不住腳 更站不住這樣的立場嗎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既然我就認為啦 過了就過了 該去多做說明了 跟其中還有很多細節 一些配套還沒有做好了 我們趕快去把它補正 這個才是比較重要 不要現在這個時候 大家為了人人自圍 都是黃國昌的錯 都是傅昆奇的錯 那這樣子我們不是 還是長期以來被我們支持者批評 我們就是不團結 就是很自私嘛 就是這樣子啦 要不然如果沒有輕鬧站出來 你們會覺得有壓力嗎 中東警已經連續兩次講話 讓我們覺得有點surprise 就果然這個切過西瓜的人 比較知道深淺 對 勞工很利 對 他知道 上次他說那個花東三法 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後這次說是做夢 其實都差不多 事實上中東警講的有沒有錯 他講的一點都沒錯 以他今天講的才華法來講 就苗栗縣長的立場 我一年可以多兩百億 開心 我歡迎都來不及 那不可能 但是呢 我不曉得中東警沒有把話講清楚 還是說 他的幕僚沒有告訴他 事實上 你多兩百億的代價 就是當中央一年的税入 大概被地方分掉一半之後 你會 各地方政府會面臨什麼樣的下場 現在很多錢包含長照 包含租物補貼 包含育額津貼 甚至連 建勞保該由地方政府支付的費用 現在全部都是由中央買單 那你將來你才花好一分 好你要拿走我一半 那這些東西全部叫地方買單 你可能增加的支出 會比你增加的收入多 所以這個是目前各縣市長 可能還沒有發現的問題 也是國民黨沒有告訴他們的事情 但是我就提早告訴你們所有的縣 其實這不是 其實這個部分藍綠 因為你這樣一切下去之後 地方自治事項該回到地方自治就地方自治了 你不要再來叫中央買單 你不要再跟中央哭窮了 所以中東景才會說你這是做夢 因為我雖然多兩百億 搞不好一年我要多支出三百億 而且你以後所有重大建設自己負責 那中東景應該叫三個總召好好來談談 這已經不是總召的層級可以解決的事情了 這就是黨主席要解決的事情 而且你知道中東景相對 我覺得他這段話談話 其實對柯文哲相對是友善的 因為最近柯文哲沒有舞台 因為柯文哲之前都還滿友善的 對 而且因為柯文哲最近沒有舞台 最近談到民眾黨都談到黃國昌 沒有人談柯文哲 他打臉負貫消就柯文哲 對 所以呢你如果是三個總召談的話 柯文哲又被邊緣化了 又去旁邊玩殺了 那只好三個黨主席談柯文哲才有入戲 他才有一個角色可以演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中東景講的這個話 雖然他是無黨籍 但我們都知道他比較親國民黨 他精神上我認為相信他仍然是 他仍然認為自己是個國民黨員 他從花東三法到才華法 我覺得中東景講的話 有一點點幡然悔悟 或是說我不曉得他現在靈魂裡面到底住的誰 我是有點意外的 但是我覺得他講的話這個是有道理的 那至於說國民黨人聽不聽得進去 或是民眾黨人聽不聽得進去 其實我覺得你們可以好好去考慮一下 特別是你們其實 雖然我覺得可能性很低 但是我還是對你們喊話一下 今天賴清德批准了複議案 複議是另外一次補救的機會 如果柯文哲你說 不要被國民黨牽著走 不要變成小藍 那我覺得複議其實就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你們八席可以繼續吃午餐 就吃一天也沒關係 就八票都不要進來投票嘛 對不對 你就是如果複議案還是一樣 就是52加2再加8 對 那柯文哲講的都是沒有用的話 對 所以看民眾黨會不會繼續當小藍 這件事情 複議案是一個決戰的觀點 是一個很觀察的指標 如果民眾黨真的覺得說 我要做一個第三勢力 我要自己的政黨主體性 那你複議案就不用跟著國民黨走 那你如果繼續跟著國民黨走 那你就繼續當沒用的小藍八席吧 MING PAO TORONTO